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非常感谢大家利用晚上 六点半到七点 收看我们旗开得胜的节目 我是亚洲投顾分析师张家豪 张家豪今天真的是带着 非常愉快的心情 来跟各位做一个简报 因为张家豪上个礼拜 跟各位做出了一个承诺 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我们的系统指标 改成更直觉式的方式 在今天终于完成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赶快来跟各位做一个简报 来 我们先看到 请导播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来 我们一样是初期制胜系统 我们的系统名称就叫初期制胜 那初期制胜系统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几个特别的指标 第一个是短线侦测 再来是极短线侦测 再来是波段指标 再来是当冲指标 你会问张家豪 那这些指标看起来 感觉突然变得好陌生 因为本来指标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如果是做当冲的投资朋友 是做当冲的会员朋友 我们一样就点当冲指标点进去 什么时候点 每天早上的8点45分 只要期货一开盘 我们就把它点进去 在30秒之内 它就会告诉我们 当天最佳的进仓点位 以及方向是什么 以今天为例 今天是2013年的10月28号 我们今天的当冲指标计算出来 是在8339点空单进场 不过张家豪在这边报告 以今天的走势来讲 这一笔单我们确实是以停损出场 来 那如果是我们可以接受 流仓的投资朋友 接受波段操作的投资朋友 我们会建议用波段指标 来当我们的一个进出场点的一个依据 波段指标我们点进去之后 清清楚楚的 什么点位该做多 什么点位该做空 不会有模拟两可的情况 来 这个是我们如果说可以接受 流仓的投资朋友 我们一律用波段指标 来当我们的进出场点位的一个依据 那你可能会看到这上面两个 侦测非常非常的陌生 你会问我张家豪 我很好奇 什么叫做短线侦测 你们的侦测到底是在侦测什么挖哥 你可不可以赶快跟我讲一下 没有错 来 张家豪赶快在这边 跟各位朋友报告的清清楚楚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侦标 应该是这边 短线侦测抓转折 我们操作期货里来讲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当它转折出现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去抓得到 我们回顾一下 来 我这张字卡拿出来 各位应该就会很熟悉 期货的操作 这个是上个礼拜 一整个礼拜 五个交易日 六个交易日里面 十一月台子期的一个走势图 我把这六个交易日里面的最高点8430 以及最低点8291 包括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8340 这三个点会标示出来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有效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 当它在最高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 马上就知道最高点出现了 这时候 你会不会在最高点再去做多 肯定不会 相对的 如果说它在最低点8291出现的时候 我如果说手上有一个系统 能够很肯定很明确的告诉我 在8291点 这个已经是波段的一个低点 请问你会不会在最低点出现的时候 还去做一个追空的动作 肯定不会 好 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可以来帮助我们 来 这张字卡 就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我们的系统 还是用一个比较 还是用之前的名称 我们叫做追踪指标 追踪指标 我在上个礼拜五 其实我非常语重心长的 跟我们投资朋友做一个报告 因为我很害怕 你知道我在害怕什么吗 我害怕在电视机前面 如果你每天收看我们 旗开得胜的观众朋友 你每天还是在市场上 操作期货的投资朋友 但是你手上还没有我们初级制胜系统 我非常担心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非常担心 你在上个礼拜五 然后我们看到 你在上个礼拜五 低点8291点的时候 当这个时候 当这个低点出现的时候 你会不会在这个低点 再去做一个追空的动作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担心 所以我特别在节目当中 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当中 明白的跟各位投资朋友 去做一个分享 我们的追踪指标 在8291点 在这边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有一个空方的刹车讯号出现了 什么叫做空方的刹车讯号 来 我们今天的台子期 是不是开低 然后在9点半的时候 突然之间 瞬间拉高了70点 最高点来到了8410点 那我们去回忆一下 如果张家豪 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当中 没有非常担心 Coco博新的跟各位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去做一个提示 我们的初期自身系统里面的 最终指标 已经在8291点 这个点位告诉我们 不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追空了 在这边一定要做一个刹车 踩刹车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提示 你在8291点再去追空 我告诉你 在8291点追空 今天盘中急拉 到了8410点 瞬间一口单 是不是会赔掉了100点以上 那如果你是做两口单的 你是做两口单的 我们以大台来算 两口单100点就好了 两口单是不是200点 是不是一瞬间 4万块钱就赔掉了 所以今天张家豪 为什么会很开心 在这边 来跟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简报 因为我相信 如果说手上 有我们初期自身系统的会员朋友 当然很平安 不会去在8291点 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追空 因为我们的系统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这个时间点位 空方的能量 它已经宣泄完毕了 多方随时会有一个反转的 攻击出现 那结果今天 今天就在9点30分的时候 是不是突然之间 一根狂拉了70点 那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短线侦测系统 我把它点进去 短线侦测系统 来我们把它放到 我们是不是清清楚楚地看得到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空方的刹车讯号 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即使你看得在怎么空 即使你看得在怎么台子旗即将下跌1000点 请你在这个地方 一定不要再去做一个追空的动作了 因为系统已经政策到 在这个点位 空方的能量已经宣泄完毕了 多方准备随时发动一个攻击 8291点 你如果在这个点位你再去进场 去做一个追空的动作 结果今天在盘中 一下子拉到了84010点 瞬间拉高了100点 我们这样子操作起货 会不会压力很大 那你会问我 张家豪 你怎么可以这么笃定说 这个系统可以在那个点位 在8291点告诉我 不要再去做一个追空了 来 我觉得说 如果说有一个系统 可以让我们很稳定的 在关键的转折点告诉我们 这个点位将要做一个转折了 你说那我们会怎么样 你问你可能会讲说 如果说这个系统可以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会赚很多钱 其实你说的没有错 但是一个系统它是不是稳定 其实不是我张家豪一个人说的算 我觉得应该是把它弹出来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检视 我们赶快来做一个检视 来这个叫做极端指标 极端指标是什么 短线侦测 我就是利用极端指标 将它融合进到我们的短线侦测里面 所以它的短线侦测里面 其实是融合了这个极端指标的一个灵魂 然后我们看到 在这个8291点 8291点这边10月25号 它是不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方空方能量已经宣泄完毕了 你在这个时间点你没有出场的话 你马上就会被尬到8410点 那你的压力会不会很大 来导播我们把画面拉远 对对对拉远 因为我要让我们的全国的观众朋友 来一起做一个检视 我们来看这个系统它的稳定度 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讯号 那我们从前面开始来做一个说明 来我们从这一张图 是从10月4号到10月25号 这将近三个礼拜以来 加权指数的11月台指期的一个走势图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下面的这一个点位 下面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 多是相对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有8435 8422 8429 8410 这几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那我们从这一笔开始来看 8288出现的 是不是一个多方即将 做一个攻击的动作 你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位 你手上还是抱着空单的投资朋友 你会不会一下子就被嘎到了 8435点 肯定会 可是你如果手上有这一个系统 来帮我们做一个侦测 告诉我们在8288点 空方的能量已经宣洩完毕了 多方随时就要发动攻击了 你这个时间点 你是不是应该手上的空单 就千万不可以去追空 反而应该进场去做一个做多了 同样的到了8435点 你在做多单的时候 你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已经 应该要把多单平仓出场了 为什么 因为系统告诉我们 在这个时间点 多方的能量已经宣洩完毕 接下来你如果多单没有出场 马上就会暴跌到8279点 系统有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 同样的在8279点 这个时间点 我需不需要让我的会员朋友 手上清清楚楚有一个系统来明白 你在8279点你的多单 是不是应该进场了 如果说你这个时间点 你再去做一个追空的动作 马上系统指数 直接暴涨到8422点 那你从这边空下来的 是不是有白报了一场 报上报下的 那我们干嘛做起货 最近的两次 来8352点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空单你将要做一个 一定要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你不出场 8352点 你再去做一个追空 马上就被嘎到了8440点 那再下一笔 同样的从8440点 再撒下来到8358点 在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把空单出掉 否则马上就嘎到了8400点 那我们回顾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在节目当中 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 在8291点 你这个时间点会千万不要去做一个 追空的动作 因为你一追空 今天盘中 9点30分 马上被嘎到了8414点 请教你 这样子做起货 你会不会压力非常的大 那你会告诉我 张家豪 你刚才看的那个明明就是极端指标 我在你的系统里面 又没有看到什么极端指标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来我们来看到 来做一个说明 极端指标 就是短线侦测的它一个元素 我把极端指标 融合在短线侦测里面 让我们更直觉化 更视觉化去做一个观察 我们刚才在看极端指标的时候 是不是上面指数在跳动 那下面是那个球 出现的时候系统是 来我们看一下 来极端指标 指数在上面跳动的时候 它的指标是出现在下面 这样子我们在观察上 是不是比较不直觉式 会比较不清楚 我们还要去画一条线 知道说这一颗球在这边即将 做一个反转 这样子在使用上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把这个指标融合 融合成什么 来我把它标示的清清楚楚 来我们拉近一点 然后把画面放大 当它出现这个蓝色的刹车讯号 手上的空单一定请您 务必先行出场 否则你空单抱着 结果呢 抱下来又被嘎上去 白忙一场 同样的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 空单进场之后 最晚在什么时间点 提醒我们空单一定要先行出场了 不要再去做追空了 就是这个讯号告诉我们 这边就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转折 你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 今天是不是一下子就被嘎上去了 那是不是白忙一场 所以我们的短线侦测 主要就是来抓一个转折了 这就是我们操作期货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一环 至于说我们一个标准的 一个波段操作的话 是怎么样的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两分钟之后张家豪马上回来 跟各位做一个简报 大家好 我是张飞 我喜欢骑哈雷 玩风凡 打高尔夫 整个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郑重推荐淡水最优质的个案 假期人生 乐活成真 洪盛新世界二 您一定要来看看 2622-6888 洪盛建设 信力代销 亚洲头部 您的坚强后盾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 超越大盘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 亚洲头部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 森田药庄 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徐秘性能 超越国家标准三十五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 也是代用 森田药庄 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感谢回到现场 在这个礼拜 我举行了一个教学的说明 有机会第一次 跟我们的会员朋友面对面 跟观众朋友也好 会员朋友也好面对面的做一个交流 我在教学的讲座当中 我去问说 我们在操作期货里面 大家会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或是有什么疑问的 大家都觉得 还好啦 其实说真的啦 听到人家在 我们如果在操作期货 如果朋友知道 就说 你的心中一定很大颗的 你的心脏一定要很大颗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抱着那个指数这样子 波动 波动 往上涨 往下跌的 我说一句话 我老实讲 你如果是用人为去做一个判断 今天到底是多还是空的话 你心中更大颗 你也没够害怕 有什么 因为你人为在判断 你必须承受那个盘中的一个压力点 所以我建议我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指标 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判断 该多该空 必须要清清楚楚的 那我会讲 大家都会问说 来 张家豪 我要如何寻求一个有效稳定的 棋子进出场点位 我如果不用人为判断的话 我怎么样去寻求一个稳定的 棋子进出场点位 我会建议我的会员朋友 你不要用人为去做一个判断 你如果是可以流畅的 可以抱波段的 我们一定要用系统来帮我们去做一个检视 来 请导播 我们一样 这边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波段流畅的 我们一律用波段指标 来当成我们的一个进出场点位的一个操作 今天9点30分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翻多的讯号 那我会再发一通简讯 来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 来 抱歉 今天早上我们的系统还没有更新完成 15分钟的价差交易在9点30分出现了多方讯号之后 台子期大涨70点 我们建议依照指标来操作即可 如果你是用人为的判断 今天早上的那一波拉台 我相信你心中更大一点你也不够害怕 你手上如果特别还是爆空单的朋友 一摆也要摆了一下 一摆就跌70点去 这样操作机会 真的是压力很大 所以要不要一个稳定的系统来帮助我们操作 那我们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操作的 来 跟各位报告 我们如果是波段的 我们就用波段指标去做一个操作 那波段指标如何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一个来 慢慢看 来 对对对 OKOK 好 这样子 10月21號早上的10點15分 當他在8406點出現了一個翻空的訊號 向下就是一個翻空的訊號 在這個點位出現之後 指數是不是 10月的台積起是不是一下子就暴跌 最低點還拉到了8352點 來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在10月22號就是上個禮拜二 12點15分的時候 他在8411點出現了一個翻多的訊號 指數是不是瞬間拉高了 到了8440點 再來 禮拜三呢 10月23號早上10點30分 在8415點出現了一個 空單進場的訊號之後 指數有沒有一下子暴跌到8326點 這是往下 這是空 看清楚 這是空 空方訊號出現之後 空方訊號出現之後 指數有沒有一下子暴跌下來 8326點 禮拜四 10月24號 12點15分 8374點多單訊號出現之後 指數是不是一路的拉到8400點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10月25號這個就是最清楚了吧 大家記憶留心吧 9點30分我們在8366點出現了一個翻空的訊號之後 有沒有當天直接殺到了最低點8291點 今天早上9點30分的時候 今天是10月28號嘛 我們在8332點出現了一個多單的訊號之後 指數是不是爆漲 最高點來到了8410點 每一筆單是不是清清楚楚的 如果說我還是用我的人為去判斷多空 我還是用我的人為方式去判斷多空 來帶領我的會員朋友操作 說真的啦 我如果沒心臟這麼大點 我可能計算不定啦 但是我的會員朋友每個人的資金 我都把它釋成 那是真的辛辛苦苦賺來的錢 不管說張家豪以前在外商的期貨公司 當交易員也好 在本土金控當操盤手也好 我的資金部位2500萬美金 大概折耳台幣大概7到8億也好 我的資金部位這麼大也好 或是說你是一個鹹魚的快樂投資人 你手上可能每天就是五口丹在做的 甚至說你是一個家庭主婦 每天就是一口小台 在那邊做一個動作就好 我告訴你 這三種人 哪一種人最需要我們的系統去做一個操作 是大系統 是2500萬美金的嗎 是家庭主婦 為什麼 因為你的資金更小 你必須要把你的資金保護得非常好 你不要用你的直覺方式去做一個判斷 那你要怎麼去要怎麼去做一個穩定有效的系統 來 用我們的破斷指標 今天在9點30分 8332點翻多的時候 請問你 你手上的空單要不要出場了 你最晚最晚 你沒有在829一點短線偵測出場 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手上的空單是不是一定要出場了 不然之間一下子嘎上去 一口小台有這他嘎 所以操作期貨沒有別的 Peter Lynch曾經講過 機會只會照顧有準備的人 請問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是這樣子準備的 我們是用其實多 我們是用我們的初期自身系統 標標準準來做準備的 那你是怎麼樣去做一個準備的 等一下節目之後 記得一定要跟我們線上的助理朋友 做一個聯繫 來進一步了解我們的系統 最後張家豪在這邊 祝福全國的觀眾朋友 祝福你們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財源管境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出各別有價罪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別讓一時錯誤的行為 造成兩個家庭 終身無法彌補的遺憾 酒後駕車已經造成許多人死亡 及家庭破碎 不要心存僥倖 只要喝酒 就不要心存僥倖 開車 交通部關心您 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函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投庫 共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5783777 25783777 現在3D鏈印被視為 新世代科技的趨勢 驚人寶集團也看準了商機 宣布12月份要推出 第一款自由品牌的 平價3D印表機 另外PC聚播惠普 也搶進了這塊大餅 他們預計明年中 就會推出產品 而後續的代工訂單 傳出了可能是由 金人寶集團旗下的金寶搶下 好 沒問題 那因為呢 是你大家的要求 車上穿的 腳底踩的 3D鏈印通通通都能印出來 由金寶和太金寶合資 成立的三位國際立體鏈印公司 打出低價策略搶進市場 宣布第一款3D鏈印機 預計12月量產上市 你們現在所有的女生穿著高跟鞋 以後你們鞋子都不怕 什麼叫沖躺 每一個人都是用自己設計的造型 去當你的鞋子 我想每一個人可能都想要去買一台吧 3D鏈印已經被視為新世代科技趨勢 根據MIC統計 目前全球3D鏈印